沈腾杨阳舞台合体 笑草见笑草两眼泪汪汪 网友三缺一 要不起 说到军艺笑草的排名问题 这可以说是娱乐圈中千古奇案 除了杨阳之外 沙翼和沈腾都已经中年发福 虽然有照片为证 但是两人的颜值还是备受争议 两人在舞台上再一次同台 沈腾看到杨阳就夸奖道 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男孩 在台上两人还来了一个跨世纪的拥抱 在拥抱的时候 沈腾的眼中还泛着泪化 不知道是见到笑友太激动 还是被杨阳的雷人造型给笑哭了 杨阳也在舞台上证实了 在学校的时候就听到过沈腾的传说 军艺三大笑草没能在舞台上聚齐 也是一个遗憾 杨阳的颜值不仅被女生所喜欢 而且还很吸引男生 岳云鹏就夸过他的颜值是望尘莫及 虽然有点夸张 但是足以证明杨阳的颜值是很高的 期待军艺三味笑草可以同框 你觉得杨阳在双十一晚会上的造型怎么样 对不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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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